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大家看标题都看到楼市警讯 这个字不是我改的,是观众改的 观众说我经常踢爆楼市的虚异 假面目 让大家知道实际情况 所以就叫楼市警讯 我借这位观众这四个字,今天又踢爆了 踢爆是什么呢? 现在在市面上有一些代理 以及交回楼市专家 在交路 他教什么?未成交的业主可以在摩货 即是什么? 即是你早两个月或过半月签了林药的 大家不是在带着成交的那些住宅业主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摩货 哇,我也吓一跳 我知道这个专家应该几年前第一次用手指 卖一层楼之后 应该就没卖过住宅 我觉得他经常都是卖一些店铺 公下、商下或者车位 但住宅真的很陌生 不然他怎会说这些说话呢? 所以我今天就拿这个话题出来和大家笑一笑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忙订阅 请赞楼及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完广告 多谢大家帮忙 我先说回魔货的历史 我发觉现在的地产代理 对魔货很陌生 因为过去10年 连工商铺 也没有很多魔货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 没有接触过魔货 所以就乱说 那个 加快乐专家也是 对吗? 叫我们在 林约 还未成家的住宅 还可以在魔货 待会我再笑他 我先说回魔货的历史 魔货的历史 我分两部分讲 第一部分我先讲住宅 以前住宅 我们是怎样魔货 我还记得 当年我还在读书 我走去排 这个 是不是 那个叫泥港城 有白手套 还是水管档 那些是黑社会 我们以前 在街上睡一晚 就赚到5万10万 其实拿5万 的成本 或者10万成本 就排队 这些丑 如果是钱的 价钱就越贵 以前 我是怎样读大学 我怎样赚外快 就是街上睡一晚 睡一晚 通常最少都赚到5万 那时候 我们这些就叫 卖丑 当时不是很多大学生 认识的 只有小部分 都是我介绍 给我的同学 我们通常有几个同学 一起去睡街 睡一晚就可以赚到 几万元 如果那个盘抢手 那个丑不止是5万元 卖到10万元 所以我们当时 变得主要睡街 我想我们是第一批 这些大学生 就变得主要睡街 后来 为什么不能做呢 后来 这个方法 好像被黑社会 发现了 本来我们是 头十几个 今天来到 这些小孩 叫我们小孩 小孩 退后一点 你好养点位置 我们叫国民 新空神 我杀 都说要退给他们 所以 自从黑社会来 之后 我们就没得玩了 差不多 我们睡街 睡一晚街 就卖个丑 这个新来就结束了 但是自从 在麗光城的盘 就炒大祸 那两帮黑社会 一个是白手套 一个是饮观党 因为他们这么高调去 搞这个市场 所以后来 好像当时 警察都拘捕了很多 因为我忘记了 新闻 有没有拘捕人 应该有拘捕人 我记得 有一件及其 发展商 为了配合警方 这种 打击黑社会 这种行动 就开始 不用你睡街 就开始 抽签了 到了抽签之后 我们的游戏怎么玩呢 我们就几个同学 一起入票 大家当一个 铺 例如我有10个同学 通常10万元 一个 10万元 一张票 我们就准备100万 去抽 10个同学 看看哪一张抽中 卖得到 大家就 卖得到十分之一 大家在一个铺 自从改了 抽签名之后 那些抽价就贵了 我记得当时 我们排队 和大家说 5万10万 卖得到 抽签 如果抽中 又是投签 你随时卖得到几十万 这种卖签的形式 到时 被传媒发扬手 又是 传媒发扬光带 布了出来之后 市场上又哗然 你这么容易赚钱 发展商又改了 说了什么呢 就是 你在这个成交之前 不可以转名 大件事 不转名 我抽到我的名字 我怎么买丑呢 还有办法 是怎样呢 我们用有限公司 因为有限公司 你不能买丑 可以转名 但成本就贵了很多 当时我们整班同学 开了四间出来抽 但是 这个时候 不是每个盘抽中 差点好不错 因为只有四间 我们试过 应该抽中两三次 我们卖得到 好像 买到二十几万 到七十几万 都买过 后来为什么没得抽呢 后来为什么 金融风暴 今天大家的楼价塌了 大家都负责 抽什么东西 这些卖丑的一段时间 已经是过去了 到了真真正正的 住宅魔货 以前住宅 你玩魔货 其实 你是可以摸到的 为什么可以摸到呢 因为你的利润费 是成交 最后那天才付的 后来我就忘了 在哪一年去改造 改造就要你 在林药 一个月内要付 一改造之后 这个住宅 魔货就没得玩 如果观众记得 或者有资料 可以在下面补充 因为我懶得找资料 我忘了 在哪一年去 突然改造 就是要你 跟随 林药一个月内付 到了这一刻 是不是什么都没得玩 不是 还有工商铺车位 可以玩魔货 工商铺车位仍然 要你最后 哪个成交 哪个成交 所以工商铺 那时候 由零几年 我都开始 由零五年 开始 由零五年 是否玩到 一二年 梁振英上场 这几年 我就大玩魔货 这几年 当然是赚大钱 因为楼市正在升 真正的魔货 是怎么玩呢 你一定要找 你觉得很划算 觉得 你可以买出去 可以有钱赚 这是一个原则 因为你很贵买 你却没得到 你一个便宜盘 你觉得是买回来 第二 你还要拿一个长交价期 最少要半年 我最长的 是拿一个年半 因为半年 你才可以转到新的 有时候 你要找一些卖家 或者 你赚得少 你就不买 所以 我建议最少要拿半年 这段时间 从零几年 玩到一、二年 就不能玩了 为什么一年 不能玩了 因为梁振英 突然觉得 连这些工商铺 都要林药 一个月内 要给利引 因为你这样一给利引 你的成本就大了 到了这些 连工商铺 都要林药 一个月内 要给利引费 其实所有魔货 都差不多 绝职了 香港 所以 为何这些 楼市专家 或者这些 代理 胡说 大家只有笑话 我最记得 刚刚 财业浅 之后 隔离台 魔货没有成本 你付出的律师费 佣金 税 不是成本 你要给一个证明 这些不是成本 很糟糕的 随时 因为你的魔货 不是赚了很多 现在流线 怎样升得了 你赚了十万八万 你计算这些成本 你是不是输了 今天这个加快乐专家 本来出门 想少了一些KOL 可能是白卖我 我就说 因为这个 SSD 取消 就会有大量的人 召唤这个潜在买家 我上次也计算了 给大家看 我说有 7万个潜在买家 但很多观众 不明白什么叫 潜在买家 为什么7万个一起沽楼 实际上是沽 有些不沽 大哥 你知道什么叫潜在买家 潜在 即可以沽 可以不沽 你们真的要学这个字 潜在 这个加快乐 楼市专家 就说 这些KOL 只是看到 就是 供应大业方面 他就没有考虑到 他说可能是 签了临药之后 有些临药是 两个月前 很便宜的 很低的 签了一个药 因为那时候 仍然有打压措施 便便宜了 现在楼市升了 是否可以摸一摸 但这位楼市专家 他真的不知道 正常的住宅 那个 临药是多少个月 通常现在成交期 临药到成交 大约是两个月至两个半月 我想问一下 两个月至两个半月 你怎样摸足 你怎样有时间摸 因为当AB两个派对 签了临药 双方还要等一个月后 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即是出来 有没有其他的债势 或者有没有 这个业主 一个盘 去买几家 这些才是 Keen title 即你的 title 没问题了 可以继续走 你已经等了一个月了 你再做一下买家 你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你最初买家要上会 你有没有时间 让买家上会 如果这个方法就行 为何 之前 由政府开始 实施了 你前面临药一个月 要给人花税 之后 为何住宅的买家不摸 只走走走走走走 去工商铺摸 因为根本是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 是做不到 而且住宅的市价 是很稳定的 就不是好像 铺位家头街尾 跟一条街 竟然是那个价钱 可以相差 一半都可以 所以住宅的售价 如果是那么稳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在两个月 或者两个半月 突然升到 起码 你不要说赚一成 除非大衙马 你说赚一成算多 你起码有两成 我觉得是你才有利润的 所以过去的十几十年 没有人在这个住宅玩这个魔货 为什么突然间 你可以说在 这段时间 这个新时间 可以玩到魔货呢 以前那些人是不是傻 傻呀 以前还有一个大声事 那些人都不在住宅玩魔货 走了去工商铺 所以很多代理 有这些楼市专家 不懂 说话出来 真的被人笑死 但是现在有些新型的住宅魔货 是怎样来的 因为这些发展商有新的payment term 因为以前没有这些payment term 所以就没有这种魔货 但是现在 因为有一种新的payment term 就有一种新的魔货 什么是新的payment term 就是先住后付款 魔货的定义就是 就是你付了千把林药 你还没成交之前 你就找下手买家 所以这种先付后付款 是符合了魔货的定义 当然这种住宅魔货 亦是要先付出离引费 但是它的年期被你抢 可能被你三年后 或者五年后成交 这种长成交期 是不是可以魔货 就不是好像 加快楼楼市专家 或者代理说 住宅两个半月去魔货 我真的服务了他们 不是不行的 要是就预设你接手的 全部full pay 你的客户 full pay 就可以了 即是不要玩人行 好了,说回这种先住后付款 新的payment term 那种方法魔货 但是告诉你 未必能够够够 为什么不够够够 因为如果发展商 用得先住后付款 这个盘一定是猪头骨 不是赤价超贵 就一定是特色单位 特色单位 其实也是价钱贵 一定是这样的盘 所以 你找买家亦比较少 这种可以叫魔货 在住宅上 但不是正常的 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 可以魔货 好了,今天的楼市警讯就是这么多 希望代理 以及楼市专家 就明白我所说的 不要再说用正常合约去魔货 你真是笑死人 今天时间就够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